短短230秒 保罗三次羞辱乔丹普尔 3000万对3000万 勇士证明史上最贵替补 贵有贵的道理 金州勇士面对奇才的这一战 应当说是双方替补之间的队约 因为主力阵容 勇士队并没有占据勇士 维金斯 李队暂时处理个人的事务 而库里本场是21投6中 才疯狂打铁三分16中4 已经拉得看不见了 可是勇士还能够赢 还能够在比赛里一度虐这面20分以上 因为替补太厉害了 勇士这场比赛排出了NBA历史最贵替补组合 库里加上汤姆森 再加上小佩顿 三个人薪水超过8000万 保罗工资3000万 汤神4300万 小佩顿和开作者也是签的一份 三年的全额中产合同 年薪接近800万 8000万的三大替补 本场是发挥堪称完美 汤神全场广卡25分 保罗9分6助攻 4抢断4篮板 俩人合侃34分 7篮板10助攻 再加上13分的小佩顿 三个人47分 整个这三个人 比整个对面奇才队 替补球员所有人的得分总和 还要更强 而且保罗是狠狠地收拾了一顿 乔丹普 奇才这场为什么输 其实完全可以说 有的时候他们在场上简直就是四打六 奇才非常的无奈 四个队友也没办法 这普尔简直就是勇士派来的卧底 身在奇才 身在勇士 虽然已经离队 但仍然还是勇士的人 全场16中4 外带6次15 其中6次15里有三个是被保罗造成的 第一节还剩1分35秒的时候 跑去打保罗 直接出现了致命失误 随后呢 第一节还剩16秒 又是乔丹普尔 传球被保罗抢断 第二节还有9分35秒的时候 他再次失误 又是被保罗抢断 短短230秒 被保罗连续制造三次失误 这就是普尔还拿着1.3亿的顶薪的 而这竟然还是奇才整个替补戏 表现最好的球员 那你说他们怎么跟勇士打呀 只能说勇士这个史上最贵替补 他贵是有贵的道理 保罗和汤姆森 你放到五年以前 甚至于三年以前 去一个争冠球队打首发也不会有人说什么 但是现在呢 两人在勇士全是打替补的 工资7000多万的替补 替补后场组合 这应该称得上是史上最强了呀 而反观另外一边是乔丹普啊 你看看他被保罗收拾了 这就是差距 只能说保罗付出对于勇士真的非常非常的及时 不仅仅是挤掉了基多内斯的上场时间 更主要的是有保罗在这完全激活了唐神 如果这两个人能够安心打替补 那么勇士的首发 尤其是库里找回状态的时候 他们今年恐怕仍然还是大有可为的 不说一定能够拿冠军 但是就这个状态 杀出附加赛 甚至在季后赛 上演黑七黑八奇迹 都不是不敢 了解吧